我希望我们每次拖完电话后 有女生先挂电话 这事很重要吗 这跟我的工作有关系 因为我是做猎头的 就每天都要打电话 然后也会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一定是对方先挂电话 然后我才会挂电话 确保对方把她的想说的话说完 对 直辈辈 你女朋友如果是在你挂电话之前 她先挂了电话 你没有什么想法是吗 但是你先挂电话 然后你女朋友就会有想法 你是这样认为的对吧 不 我先挂电话后 我不确定她的电话说完没有 但是她挂完后 我就会确定她这次通话是完了 好像这是一个很小的事 她很看重 贾明玉 我也是一个必须我先挂电话的人 就是我不允许男朋友先挂我电话 万一你瞎挂我电话 你不就不知道我是不是安全了吗 对对对 我就是这个意思 对 其实你也觉得这是一个小情趣的感觉 对不对 对 就是要给女方一个优先权 确保她没有问题 而且和我的要给我说的话说完了 对 那你不会烦吗 如果她话很多一直讲 不会 因为女朋友很难找到的 找到了要珍惜 对 好 对 好